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Angel 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快速的Sephora budget开箱 我在等了五天之后它终于到了 这次呢我其实是蛮理性消费的 只买了一些我很喜欢的东西 就是所有让我觉得 就是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 这次完全没有冲动消费 还是很开心的 今天加州下雨了 然后前几天我在Starbucks 就是最近因为马上要 因为holiday season的时候 它会给一个限量的杯子嘛 然后我那天正好去买 然后就买到了 就很开心很开心 三粒哟 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第一件产品我想介绍的就是这件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网红了 这个是CT家的这个高光修容盘 与其说它是一个修容盘 不如说它是一个古董粉盘 人家确实也这么写的 只是我一厢情愿的觉得如果它的颜色没有那么的暖的话 可能还可以拿来当修容的 我自己其实是很沉溺于各种修容产品 然后致力于就是打造那种又立体 然后又不显得脸很脏的这种妆容 所以我一直在到处寻找这样的产品 这个产品是打折之前是29刀 然后是7克左右 比它那个原先那个正装要便宜很多 原先的正装是68刀15克 当然也多了一倍的这个产品啊 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根本用不完那么多 所以买这个刚刚好 哇 这个颜色在盘里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中性的调调 我喜欢哎 我看一下 这个修容的颜色我觉得 或者说这个古董古董的颜色 其实还比较适合亚洲人 它的颜色非常的 就是还是比较偏宗调一点的 但是它还好没有那么的红 我觉得应该拿它来提个气色 然后放在脸颊两边 做一个修容的修饰应该是很棒的 然后这个高光呢 确实也沿袭了CT家一贯的作风 就是粉质特别细 很开心很开心 我幸好买了它 我其实买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的 因为我的这个这些产品有点多 那下一个产品也是一个最近风很大的产品 就是Solina Gomez家 这个新出的这个Rare Beauty 他们家的这个粉刷 这个是遮瑕刷 我其实是一个挺不舍得在专柜买刷子的人 但是呢 因为这个风太大了 都说好用 所以我就买了 它的刷头是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有一个弧度的这么一个遮瑕刷 哇 其实它比别人家的这个遮瑕刷要大一些 看起来 而且上手的感觉特别特别好 等等 为了买这把刷子我也买了它家的这个遮瑕 色号是120C 买了一个可能是第三白的色号 但是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白 然后我先来给大家上手试一下 用这个刷子 据说它家的粉底液和遮瑕都挺好用的 但是我 因为我是大干皮嘛 我有一点 觉得有点悬 我还是在等等吧 但是买了这个遮瑕应该 还不错 希望 哇 哇 这个遮瑕 感觉还蛮水润的 其实 这个刷子 哇 这个刷子好棒啊 它完全没有任何粉痕刷出来的 而且呢 看起来特别的自然 就这个颜色本身其实比我手白很多的 但是 它涂出来感觉 嗯 很均匀 很清透的感觉 哇 我感觉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刷子 下一个产品呢 就是 我种草很久了的 这个 Fundi Beauty的这个套装哈 这个据说还是个限量套装 你看都 已经被我给 直接给撕开了 因为我实在是太激动了 看到这个 嗯 它这里边是包含了一个唇釉 一个高光 还有一个液体的 呃 一个膏状的腮红在里边 嗯 就是我看那个 各大博主的评论啊 就是说这个颜色就是 奶茶色本身 你知道吗 我整个就非常非常的自动 来 我给大家试一下 首先在手上 也不是有名 反正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铜 然后颜色 我感觉饱和度 比他家普通的那种唇釉 还是高一点的 确实是这种 呃 比较漂亮的奶茶色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颜色 然后 给大家再看看 他们家的这个 我其实好喜欢 好喜欢这个 呃 这个颜色的高光 虽然对我们肤色来说实在是太深了 但是 他这个颜色 我感觉把它涂在 呃 眼 当眼影的话 很漂亮 其实他的 就是饱和度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高感觉 感觉也只是一个比较 呃 粉 粉棕调的这么一个眼影的感觉 这个我一定会经常用他的 而他的闪片还是跟他 其他的那个腮红 他这一系列的 那个高光是一样的感觉 就是都是有这样的 闪粉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廉价 哎呀 太喜欢了 已经爱如释手了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腮红 就是这款 他们的名字都叫一样的 都叫Finti Glow 都是限量 一看到限量我就 走不动了 我就说绝对要买的 我都要看一个颜色 这个是奶茶 可能是奶茶 好习惯 而他还是那种软糯的 那种质地 然后手上来试则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在这里吧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试色 哇 这一套绝配 这一个套装 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妆容出来 那种奶茶妆容 特别适合秋冬 哇 大爱呀 这个颜色 贼美丽呀 喜欢喜欢喜欢 嘿嘿 那下一个产品呢 也是我期待已久的 另外一个今年的一个爆款 就是 这个 TUFACE家的这个 WARN THIS WAY的这个 颜色 大家都熟知 他家的这个网红粉底液 就是叫这名 这个现在大家应该是 也不陌生 这因为他那个粉底液又出了一款眼影盘 这个颜色真的是贼美丽 我无法用言语去形容 我觉得太适合我们亚洲人了 就是从浅到深 就是这种哑 然后还有这种 不灵不灵的颜色 去互动 哇 太爱了太爱了 我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那种 浅粉色的眼影 就是不让我的眼睛显得很腫 但是又让我的眼睛显得很腫 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眼影 所以我看到这一盘 我实在是 那下一个呢 作为一个眼影爱好者 我怎么可能只买了一盘呢 下一个产品 这个也不是个什么新品啊 但是 其实我买它 一直很犹豫的 我记得它刚刚上市那时候 我觉得 唉 我觉得我眼睛是那种又肿 然后又内双 又喜欢出油的那种眼睛 我想说 我怎么配得上拥有液体眼影呢 然后就一直耽误了 没有买它 是发展的中国明星叫王飞飞 然后呢 他就一直在推荐一款 什么卧蚕神器 是一个粉色的眼影膏 然后我就想说 我也想买一个 结果死活都找不着了 然后我就在 就是总共用的试色上 就看到了这一款 这一款的眼影的 呃 色号叫bubble bath 它就是那种 裸粉色 然后一边是那种 带闪片的裸粉色的眼影 我说 为啥不撑打折 give it a try 然后呢 我就想 OK 拿到了 我前两天真的试了一下 就在自己的眼睛上试了一下 Oh my god 它是我最新发现的 卧蚕神器 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就这么一道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OK 就这么一道啊 在涂开 哇 巨丝滑 然后巨漂亮的那种淡粉色 涂在眼下这里 卧蚕这里 就看见楚楚动人 就是超级那种 青春少女的感觉 Oh my god 大家一定要买 我真的是已经 爱不释手了 从前天收到这个箱子 一直到今天 我们每一天都得认识它 实在它一样 买它买它买它 那下一盘 眼影盘 不好意思 这盘也被我拆开了 就是 微信尔这家 新出的这个 口头带眼影盘 它能讲 我只不不得 我都可以推荐 就是说 我只能不能相信 实在一直没有看到 这令我觉得惊艳的配色 就一直没有闷着 直到这盘 它是一个烟熏的那种 粉色调的 粉紫色调的 这个一个眼影盘 我特别觉得这种草 所以看到它那一瞬间 立刻把它拦下 就我想说 万一你每天出去玩一下 是不是带着它挺方便的 好美哦 但是好小 它真的就是我手掌的 就这样子像一个礼物盒子一样的 把它打它 Oh my god So far 给我进了个碎盘 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 最左边的这个 这个最上面的这个颜色竟然已经碎掉了 好难过好难过 哇撒的哪里都是 哎呀好玩好玩 他们家这个颜色非常好看啊 他们家这个是四个 上面四个全是哑光色 就像 就像 就像这四个是哑光色 然后上面的有两个大人 就是比较shimmer的这种颜色 陕片色 然后中间的这个深色 深紫调的这个颜色 也带一点陕片 但是是比较轻微的陕片 主体调 还是哑光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纯哑光的棕色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呢 就是一种操很久的阿玛 就是最近新出的那个很广 我知道他们家这个系列都还蛮伟大型的 但是呢 我就是能看它是不是 我就是喜欢它吧 我就是我自己实在太喜欢这种枫叶色 我就是在网上随便看了几个试色 我就觉得哇塞 这就是我的颜色好吗 让我现在赶紧擦掉现在的口 我试一下 应该是比较偏橘一点的那种枫叶色 为什么有一种跟我刚刚那个姜饼人那个颜色 没有任何区别的感觉 为什么 好像还是更偏橘一点的颜色 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 但是 4G也没有看出任何区别 但是呢 既然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视频哈 我觉得我应该再review一下这三个 我之前买的205 206和200 我们来看看这四个鬼打墙的颜色有什么区别 本来这就是我手上的试色了 从右手上的时候感觉好像有明显的区别 就仿佛可以看得出来200是最深的 而且更偏冷调一些 然后205就更偏红调 206是那种又有点宗调又有点橘调的感觉 而208就是给了一种 怎么说呢 就那种 总之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些颜色的 如果你是比较倾向于这种棕色调啊 然后暖橘色这些的口红的话 你会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系列 然后208我确实也很推荐给大家 现在我都所有的这次买的化妆品呢 我算是介绍完了 但是呢我还同样买了一点点的这个护肤品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也不算是护肤品了 但是是我真心最爱的这个沐浴露 它就是Fresh家的这个sugar lemon味道的这个沐浴露 他们家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一度我买不到这个产品 我不知道为啥 不知道是停产了还是咋回事 就是我去实体店也没有 网站上也没有 结果呢前一段时间它突然悄咪咪的又出现了 而且现在竟然改了个头 改成了这样的 我是很开心的 我不喜欢 我强烈的推荐给大家 它的味道是那种特别清新的 然后又不会让你觉得只是柠檬 它好像还有一种 他们家独有的那个味道 是黄瓜味吗 还是什么大豆味 我也说不上来 总之我觉得很清新 而且起泡沫起的也很棒 所以我真的超级不低推荐哦 那我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没有再买身体护理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 我最近特别迷迷迷奥这个牌子 然后 就 入手了它家这个 这个色光景 就我其实都很喜欢这个产品 在那边 是 然后呢 就是 由于自己太喜欢囤货 买了太多那种各种品牌的那种细胞乳 以至于我想说 哎那我用完我再买吧 然后就等了好多好多好多年 然后今天我终于可以开始用它了 它呢就是 呃 所谓的好像有那个大米的精华在里面 而且它是主打的是 好像你 你把它就是彩妆 呃 卸的过程中呢 你是不是把它卸完了之后 就直接拿水 就不用拿水擦 就不是 没事 因为你 呃 拿水通 只需要拿一张水 然后你还可以 小心就把它擦妆 你洗掉就好了 就擦掉就好了 就不用水 嗯 虽然我肯定还是会用水 但是我觉得它很方便很方便 而且 嗯 它这个 嗯 OK 它这个头呢 我也喜欢啊 就比较 嗯 怎么说呢 比较方便 卸妆一些啊 我能挤出来 它就是那种 嗯 怎么说呢 嗯 是这种有液状 然后你就觉得 褒在口上啊 平心上 你看这个 哦好轻薄 而且味道也是那个 第二个 淡淡的那种 像那种 那种发味 然后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 就是 卸妆力的话啊 我其实是没有在自己的眼睛上试过的 所以我不知道它对眼妆的卸妆力是怎么样 但是 我知道它在手上 如果就是 嘴边卸个口红啦 卸点那种 手上的试妆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没压力的 反正 我喜欢香味的妹子 我会很喜欢这个 那说到Dior 我当然还买了另外一款产品了 就是这款 其实还蛮小众的 是它家的一个什么 嗯 混肤水 其实平时很喜欢 蓝味家的那个精脆水 还有Fresh家的红茶水 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 有点那种精华质地的水 对于我这种沙漠大干皮来说 我觉得是完美的解决方式 但这个呢 它就是主打了好像更多的是 RESURFACING 就是好像是 让你的皮肤的一些死皮能去掉啊 能令你的皮肤变得更年轻 更有怎么说的弹性嘛 然后呢 嗯 这款 哇这个瓶子是真漂亮 是一个粉色的 而且还蛮大 有150毫升 我们来试一下 哦 它这个口 其实还蛮像那个兰蔻的那个大粉瓶呢 哦 它是那种比较 非常非常稀的质地 而且很快就吸收在手上了 嗯 然后开始了 因为我刚刚用过那个 迪奥的那个卸妆 所以我现在有点分清楚 它俩是这个味道 还是刚刚那个味道传给它了 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嗯 这个可以用来试试看 当然了 每次打折我都少不了看 Sandy Rally 这好像是台家新出的一款 这个 Firming Resurfacing Essence OMG 我发现我确实是好像蛮喜欢 Resurfacing这个功能 其实我之前一直有用他们家的那个UFO精华啊 还有各种的那种别的做法 在我脸上的耐受程度都还挺不错的 嗯 只不过来说我们他们家都比较偏功效性一点 嗯 就是对皮肤来说还是多少需要建立一点耐受的 但是他们家出的这款产品我就很有好感 因为他们家是有所谓的这个 嗯 嗯 蜂蜜 然后呢 有一些这种酸母的提取物 然后呢 有这个 能激活我们皮肤的那个真皮组织的一些成分 还有一些这个性能在里面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总之它也是长得粉粉嫩嫩的 跟刚刚迪奥那瓶 嗯 有一级同工之妙 它是50毫升 售价是48毫 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一个净化 我一定要好好试试它 哇 这么随便一录就录到晚上了 真的好 感谢大家看完我今天的这个视频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继续订阅我 将来我还会给大家出更多的有用的视频 Bye 我们下期再见